好,同学们,下面我们来看一下Stress2工程的创建 那要使用Stress2的话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Web工程啊 这是一个Web工程 那么在这个工程里边呢,我们需要引入Stress2的炸包 那它的包呢,是引入Stress2的核心包,Stress2块 好,我们把这个核心包呢,把它引入进来 接着呢,Stress2它的入口啊,是一个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呢,是Stress2的过滤器 叫StressPreparedExecuteFilter 那么我们需要呢,在我们的Web.xml里边加上这个配置 那么它是一个Filter Stress2 然后呢,我们去写它的FilterClass 好,接着呢,是FilterMapping 好,我们让所有的请求啊,都进入它 或者呢,我们可以指定一个后缀,叫.度啊,这个请求让它进来 那这个后缀呢,是可以自己去定义的 比如说我们想让所有的请求都可以进来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写一个杠星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Stress2的初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写完了 接着它需要有一个核心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呢,叫做Stress.xml啊,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把文件头复制过来 写到Resources下面去,我们创建一个Xml 注意这个文件啊,它只能叫Stress,不能叫其他的名字 这是这个头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就是Stress它的核心配置文件 我们Stress生效的话,它依赖于这个filter 这是Stress它的入口 这是它的入口 那么它生效之后呢,一个请求是怎么进入到一个类里边的 用的是这边的Stress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写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的这样的一个demo 在Stress里边呢,它默认的把请求处理的这个类 我们约定俗成的呢,它叫做Action 那这个Action呢,它有一个Stress2提供的一个Action接口 那我们可以呢,让我们自定义的一个类去实现这个Action接口 那我们在这边创建一个Action的包 好,接着呢,创建一个Hello Action 让这个Action呢,去实现Stress2的Action接口 不要导错包啊,导的是这个Stress2的包 好,在这个接口里边呢,有一个叫Execute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就是用来处理请求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Solet里边有Service方法 有DoPost,DoGet这个方法用来处理请求 那么在Stress2里边呢,Execute就是它用来处理请求的默认方法 那么它里边呢,有几个返回的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是什么呢,Sexecute,None,Error,Input和Login 分别代表处理请求时常用的几种响应 比如说Sexecute一般情况下是用在处理请求成功的时候 None的话呢,一般是没有找到请求资源 Error是发现异常的时候 Input是当你输入有错的时候 比如说用户名密码为空了 或者呢,是用户名不符合格式,长度不对啊 等这些输入的错误 那Login比较好理解 就是你需要登录的时候,我们返回Login 在Stress2里边呢,我们可以定义它返回某一个字符串长量 也可以写成自定义的长量 那在这个方法里边,它返回这儿 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写一个输出 Hello,Stress2 然后呢,当一个请求想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类里边的话 它需要进行一些配置 那这个配置是什么呢 是在Stress这个文件下面配置Action 这个Action呢,是将请求和处理请求的类绑定到一起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一边呢,去配置一下 这是Stress 它里边有一个package 这个package呢,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默认的名字 然后它extends继承自哪些包 这个包的概念在Stress里边啊 它呢,是像命名空间是一样的 比如说呢,我有一个处理学生类的一系列的增山改查的请求 你可以给它放到一个student的包下面 我有一个处理老师类的所有的请求 你可以放到teacher包下面去 那么在这个里边,它支持继承 继承的Stress default下面呢 就对这个包下面有一些封装好的工具的这样的一些过滤器 它呢,是对请求中的参数进行处理的 所以我们自定义的包呢 需要继承自Stress它默认的这个包 接着呢,是配置我们的Action 好,比如我要写一个HelloAction 好,那么处理这个请求的类 就是Action包下面的HelloAction 当它返回Success这个字符串的时候 这个Success是谁 就是我们在这边返回的这个长量 它就是小写的Success 也就是说当你返回这个字符串的时候 它可以跳转到某一个页面 那么我们可以让它跳转到index.gsp 我们在这边呢,去写一个index.gsp 好,在这个里边我们去写一个h1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将程序运行起来 那现在呢,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下部署 配置Tomcat 让它启动起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请求这个Hello的时候 它进入了我们封装好的这个Action的方法 那么在这个方法里边输出了HelloSuccess2 并且它返回了我们指定的页面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Success的入门示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搭建一个Stress2的工程 首先呢,你要引入Stress2的核心炸包 接着呢,在外部点XML里边去配置一下 它的入口,也就是这个filter 接着呢,我们要去写请求处理的类 这个类要实现Action接口 然后它的Execute方法是用来专门处理请求的方法 这个方法返回的是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对应的页面呢 是在Stress.xml里边进行配置的 那么在这个配置里边有一个叫Action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它的Name就是你请求时候的地址 就是这个请求时候的地址 然后它的Class就是处理这个请求的类 当这个请求到这个类的时候 它默认的会去找类里边的Execute方法 然后方法返回的字符串 对应的就是你要返回的页面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Stress2的入门示例